刘邦才是一统天下的西汉皇帝 为杀他的第七代曾孙刘彻后来居上 居然和秦始皇并称秦皇汉武 主要是他有四位能人辅佐 但凡少了一位 刘彻都不能和秦始皇平起平坐 那么这些能人分别是谁 他们在刘彻名流千古的道路上 付出了多少血汗 谈及刘彻的辉煌一生 去从公元前一死一年说起 这一年呢 他做上皇帝 史称汉武帝 寻常百姓家的儿郎 从小听夸父逐日 敬畏天海的故事 刘彻却听着老祖宗 被匈奴侮辱的故事长大 自登基后 刘彻不愿过得跟祖宗们一样 憋屈的生活 他将国库账簿看了一遍又一遍 仔细估算祖宗留下的丰厚财富 下定决心要让汉朝来场逆袭 然而刘彻做的第一件大事 并不是打匈奴 而是寻找治国的有效方针 另一边呢 名叫董仲书的儒生 寒窗苦读属诗仔 熟读春秋功阳传 以生之力研究儒学 最终呢 只能在家乡潜心教书与人 他不要感叹自己怀才不遇 想当年 董仲书也想为刘彻的父亲效力 奈何汉景帝思想保守 他和董仲书的理念相差甚远 董仲书始终无法重用 于是呢 在民间招收徒弟 传播儒学思想 汉武帝登基之后 董仲书又有入室的想法 只是他没想到 机会来得如此之快 公元前140年 也就是刘彻登基第二年 全国举办关于公务员的考试 流程非常简单 各地呢 推荐当地最有才华的人 到京城参加考试 题目是 如何治理国家 董仲书看着题目 直接洋洋洒洒洒写下 天人三策 提出霸处百家 独尊儒数的治国思想 刘彻看后极为满意 直接让董仲书荣获第一名 自此 董仲书官运通达 他和刘彻经常畅谈朝堂问题 为大一统而不懈努力 但刘彻忘记了一个人 此人便是他的祖母窦太后 窦太后思想保守 他不愿刘彻推翻祖宗的治国手段 于是二人开始长达数年的朝廷斗争 在这次充满硝烟的博弈中 董仲书最终离开京师 他临行的那天 回望高高的长安城 心到此生恐怕再也没有回来的机会 但他不知道的是 他的名字会跟汉武帝一起流传千古 刘彻为何能同秦始皇并称秦皇汉武 除了有董仲书的亲力帮助 还有这三位能人 公元前135年 窦太后离开人世 刘彻的皇权彻底稳固 他开始大肆推进自己的治国计划 这一年 匈奴首领君臣禅瑜写信 让汉朝送公主和亲 刘彻看完信后 起得掀翻桌子 才有后来著名的马懿之谋 当时刘彻在马懿设服 将匈奴十万骑兵围困起来 可最终以失败告终 在这次围攻匈奴失败之后 刘彻想起了一个人 此人名叫张谦 张谦二十多岁时 在刘彻身边做侍从 当时见张公的侍从多如牛毛 刘彻从来没有正眼瞧过他 直到汉朝得知 匈奴跟西域越之是一生俗敌 刘彻产生联合越之 对付匈奴的想法 于是开始招募人 代表大汉初始越之 在这场招募中 张谦被委以重任 他带着一百多人 从陋西出境 前往遥远的越之国 然而想要去越之国 需要首先经过匈奴所在的领域 他不幸被抓 为了羞辱张谦呢 匈奴的蝉鱼为他安排了一桩婚事 并让张谦和匈奴女人 生下一个孩子 过去十多年时间 匈奴人彻底认为 张谦屈服在他们的脚下 怎料 张谦竟趁着匈奴看守松懈 带着随同一路向西 总算完成汉武帝交代的使命 在张谦离开长安的那一年 刘彻的身边出现了第三个能人 他名叫魏青 平阳公主府上的马奴 刘彻前去公主府做客 对戈基魏子夫一见倾心 向平阳公主讨要魏子夫后 顺便把魏子夫的弟弟魏青 也带入宫中 而魏青入宫的这段时间 他外甥获取病才一随大 在那个时候 根本没有人会猜到 这对生就居然让一代君主 完成雄徒拔业 张谦带着刘彻的期盼 已去十年了无音讯 匈奴又经常在边境滋事 甚至举兵南下侵犯汉朝 刘彻意识到不能再等张谦了 他即刻派出四位大将军出击 分别是魏青 李广 公孙敖和公孙赫 分四路大军同时围攻匈奴 结果唯有魏青率领的军队获胜 刘彻非常高兴 并将他封为关内侯 并派魏青派三万兵马 出燕门关攻打匈奴 匈奴根本打不过 全部落荒而逃 魏青呢 顺利将核桃收入汉朝版图 刘彻将这块地域设为朔方郡 建议十万人前去居住 也是在这个时候 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传回长安城 张谦回来了 刘彻为何能通秦始皇 并称秦皇汉武 他守家的四位能人 最终结局如何 张谦在西域生活13年 他非常清楚西域的地形地貌 刘彻下令让他随军出征 很大程度上 增加大汉对战匈奴的胜率 公元前123年 魏青率领军队跟匈奴于定乡品杀 匈奴大败而逃 首领一致邪仓皇离开阴山 率残余军队逃去墨北 结果他意外得知一个消息 大本营北超 18岁的霍去兵率领八百骑兵 奔袭数百里杀到匈奴大本营 然后安然无恙地回到汉军阵营 这令刘策激动得无法言表 他急命霍去兵 领兵同匈奴作战 霍去兵幸不辱命 直接把匈奴逼到敦煌一带 而后他再次率军进入匈奴腹地两千多里 直接打通通往西域的道路 刘策决定乘胜追击 当即命霍去兵和魏青兵分两路铲除匈奴 于是一场著名的末北战役出现了 这场战役中 汉军歼灭匈奴军九万余人 自此再无本事跟汉朝叫嚣 而刘策并没有掉以轻心 他为了彻底消灭匈奴 派张谦再次出使西域 同大碗乌孙等国达成友好关系 然而张谦误打误撞成就一番千古伟业 自张谦再次吸情后 促进汉朝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飞速发展 公元前115年 张谦终于回到长安 此次他带回很多西域物品 例如葡萄酒石榴 而刘策并没有心情食用 他无比怀念一个少年 自末北之战结束后 年仅24岁的获取病悄然病逝 刘策万分悲痛 将他葬在茂陵 而其他跟随刘策的能人 也相继撒手人寰 公元前114年 张谦去世 公元前106年 魏清去世 而后 过去两年的时间 董仲书也远离人世 此时的刘策 看着繁荣的汉朝 只觉得格外寂寞孤独 他开始回想当初所作的丰功伟绩 清觉自己其实也做过很多错事 例如 大肆发动战争 一是劳民伤财 二是让百姓深陷动荡之中 刘策越追究自己的果实 他越觉得心有不安 最终 刘策发出罪己诏 向天下宣布自己的过错 还停止长达40年的征战 开始休养生息起来 才避免走上跟秦朝一样的悲剧 让西汉基业 传承整整二百多年 公元前87年 活到70岁的刘策 与世长辞 纵观刘策的一生 他能够同秦始皇秉称秦皇汉武 离不开董仲书张谦未究获具病的帮助 也是因为他是慧眼食材的伯乐 也是有雄徒霸业 敢于挑战的真男儿 还是文献记载中第一个用罪己诏批评自我的皇帝 他值得我们敬佩